记录真实服务民生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马上就要开学了 今年又有不少学生即将跨入大学校门 估计父母们都得欢天喜地的帮他们收拾行李呢 比如说山东省高密市小河崖村就有一家人忙坏了 因为他们家今年有三个孩子同时考上大学 他们是三胞胎 不仅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还考上了同一所大学 这高考分数还是连号的 这真是一个巧合 更是一个惊喜 那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能同时培养住三个大学生呢 三胞胎的成长过程中又有哪些故事呢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的记者去了高密市小河崖村 2009年6月29日 对于山东省高密市百城镇小河崖村 赵灵霄三胞胎兄弟和他们的家人来说 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因为三胞胎兄弟期盼已久的录取通知书终于到了 他们都被中国石油大学录取了 三个孩子都领到了录取通知书 老大考了618分 老二考了616 老三考了617分 三个儿子都考上了大学 做父母的高兴那就不用说了 最高兴的就是今年已经82岁的三胞胎的爷爷了 看着通知书高兴的都有点喝不拢嘴了 兄弟三人这次高考考了高分 又考了连号 又同时报考同一所大学 一下子成了当地名人 吸引来很多媒体的采访 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能培养出三个大学生呢 连号高分的背后 有什么样特别的学习方法 我们三个人学习方法都差不多 都是老一结合 都不喜欢那种思绪 老三能好一点吗 老三好一点 你考的不太理想 绝对不大理想 应该超过他们 这所只有四间屋子的房子 就是三胞胎的家 三胞胎的父母都是当地普通的农民 1990年4月18日 三胞胎降生了 就在父母喜悦的同时 三胞胎的出生 也给这个本来并不富裕的家庭 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那段日子 赵振华为了三胞胎 不管刮风下雨 他每天都是早出晚归 什么样的苦活累活都干 勉强才能挣够三个孩子的奶粉钱 好不容易才让三胞胎健康的一天天长大 我妈妈奶不够 然后医生就对她说 你要把奶都给两三喝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喝奶粉 喝羊奶的 三胞胎一天天长大 就要上小学了 这时家人想到 要给三个孩子改名 那三个孩子原来叫什么名字呢 以前我们大名叫赵大虎 赵二虎和赵小虎 赵小虎 三虎 可三胞胎的爷爷 却把他们三个人名字 改成赵灵霄 赵灵汉 赵灵云 那上学之前 为什么要改名呢 改名有什么寓意呢 去城郊汉 公志领袁 我就感觉这个 给他们期待 给他们期待 也期望这孩子将来 能有一个圆大的志向 圆大的理想 圆大的抱负 通过改名这一方式 家人希望 三胞胎将来能有出息 可是到了学校没多久 同学们并没有叫 他们现在的名字 这又是为什么呢 都跟我们叫赵氏三猴 赵氏三猴 都说我们长得瘦像猴子 由于家庭困难 加上营养不良 三个孩子身体一直很瘦弱 当了三十多年教师的 三胞胎爷爷 怕他们学习跟不上 就主动负责起 三胞胎的学习任务 赵令汉老日 在上学校的时候比较长 比他两个长 我令汉说 你要好好地努力 三个孩子学习都很刻苦 从来没有哪一个闹着不去上学 在学习上从没有让父母操过心 成绩一直都在班里前几名 从一年级学习是这么大一个 初中毕业后 三胞胎兄弟就在同一所学校就读高中 但是上了高中后 他们的学队就是一笔小的队 他们高中就读的母校 奉承中学校长 对他们有很深刻的印象 看到父母艰辛的供自己上学 三兄弟也利用周末时间 帮助家里干些农活 来减轻父母的辛劳 奉承中学了解他们家的情况后 高中三年 也只让三胞胎兄弟交一个人的学费 其他两个人的全部被免掉了 三胞胎兄弟也很争气 在他们家里 我们看到了满墙的降状 这三孩子的心态是非常的平和 平常呢 自己的学习成绩啊 无论是这一个好还是差的 从来不说是这一个因为好而大喜 因为差的而大悲 心态很平和 他的自觉性比较强 他不属于那种 非常去花时间去思学的学生 这次三胞胎考了连号高分 又被同一所大学录取 同学们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都是六百多分 而且比那一个分数线要高好多 而且他那一个三个人的分数都是连号 这就更少见了 当然很好奇 他们是怎样 怎样学的这么好 三胞胎高考考出连号分 连号高分的背后 有什么样特别的学习方法 从明年级铁是那么大一句 三兄弟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 贫困的家庭能否封得起三个大习生 让他们同时圆了大学梦 请继续关注 一个都不能少 为了庆祝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 拿到通知书的当天晚上 全家人吃了一顿团圆饭 饭菜很简单 可就是在高兴的同时 全家人也为三胞胎上学的费用 开始发愁了 家庭 上次在经历所有的青城 一样都能打出大习生 干啥就干脑就 这样子是猛脑 想那个 我就觉得 叫一家 也就是能有一个 她得凑浮凑浮吧 在这东西 就到我们 这么想看看 就唾四夺碎 有些同志我再可以得他 三毛胎父亲一个月打工也就是一千元左右 母亲在家里料理家务 也没有多少收入 可是大学的学费 一年一个孩子最少得五千元 这还不包括生活费 而家里的钱只能供一个孩子 剩下两个人的费用怎么办 你们看看也可以出去打工 最后全家决定 老大在家做饭料理家务 老二老三在工厂打工 来凑上学的费 第二天一早 老二老三早早出门就去了一家工厂 打工的工厂离家不远 干的是包装的工作 他们每天七点半就要到工厂 一直要干到晚上八点 虽然钱不是很多 但是哥俩干起活来一点也不满固 其实最辛苦的是三胞胎父亲 他今年五十三岁 为了三个孩子 他每天都要清晨七点半出发去建筑工厂离家 不管什么样的苦活累活 他从来不挑 不管阴天雨天 他一直都不舍地休息 像今天这样三十多度的高温 三胞胎父亲一干就得十多个小时 而一天的工县只有三十年 眼看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 可是三个孩子上学的费用还是没有着陆 从小学到中学 哥三谁也没有落下 这次落下谁都不合适 但他心里头明有些沮丧 三胞胎父亲着急的连饭也吃不下 一夜脸上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 做父母的就盼着儿子们考上大学这一天 现在呢 三胞胎兄弟的录取通知书都已经收到了 可是家里的钱却只够一个人的费用 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 眼看着离开学不远了 三个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 不让哪个去上都不合适 这可真是急坏了一家人 那么三兄弟还能不能一起完成他们的大学梦想呢 正当一家人为孩子上学的费用犯难的时候 当第一位民营企业家得知他们的情况后 愿意资助他们哥三上大学 因为一般的农村家庭来供一个大学生 应该说是来说 还相对来说有些富裕的家庭还可以 但是估计三个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应该说非常快难 我说我要捐助他们 我通知学校马上就开始联系 这位爱亲企业家资助他们四年的费用 每人每年五千元 亲戚们才为他们买来了上水米箱子 还有一些好心人想捐助三胞胎 但是被他们的母亲晚年谢绝了 三胞胎的费用终于解决了 这次让全家放下心了 带爷爷到我们的校区去玩一玩 爷爷肯定会很高兴 是吧 是 三胞胎的爷爷一直看着他们长大 他有一个愿望 就是想到孙子们上大学的学校看一看 于是我们的记者联系了校方 帮助这位82岁老人完成他的心愿 在记者的帮助下 第二天一早 三胞胎陪着82岁的爷爷去了中国石油大学 到达中国石油大学 留在学校的老师和师哥师姐们接待了他们 并带他们参观了教学楼 体育场 宿舍楼 学生食堂等等 一村四人对这一切充满了新鲜感 没想到一进学生食堂 留在学校学习的师哥师姐们 就想来个现场变运 这要是想认出哪个是老大老二老三 还真是有点难的 他们三个是我们一家 一个干什么 一个小的 你呢 这应该是老大 哪个 这个 刚才谁过我边 这老二 这老三 刚兄弟三个得知谁叫他海边 从来没有见过大海的他们 最想看看大海 看到了大海 能发别气有多高兴 南非带爷爷来 得留照合影呢 好 开始了 预备 三猫胎兄弟不久就要开始他们的大学生活 那么像三猫胎这样困难的家庭考生 如果想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该如何申请呢 申请时该提供哪些材料呢 经济有一点有困难的学生都可以申请助学贷款 相关的材料的话就是他的入学证明 还有就是一些身份的其他的证明 这些证明材料非常非常简单 李一龙部长告诉我们 对家庭经济困难考生考入大学 首先可以通过学校开设的绿色通道 按时报道 入校后 学校对其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进行核实 学生在新学年开学后 通过学校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 那具体申请的流程是什么呢 每个学生一年能申请到多少助学贷款呢 他自己申请 还有呢 这个班级评议 学院审核到报学校学生处备案 提供给我们相关的新办银行 就可以把这个过程给新管 在年度里面 申请的助学贷款不超过六千 除了助学贷款和一些奖学金外 像三猫胎这样家庭困难的学生 学校能否提供一些勤工助学岗位呢 他们三猫胎兄弟来到了我们学校 对此呢 我们也非常高兴 也很欢迎 可以相信的是呢 就是我们学校里面会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 尽量的提供必要的条件 他们这个勤工助学方面 如果他学有余力 能够把学习成绩做 把学习搞好 我们会比较好的安排一些勤工助学的岗位 让他们呢既得到一定的收入 同时也能够获得一些实践 每年 国家用于助学的财政投入 助学贷款和学校安排的助学经费达五百亿元 资助政策体系 会计约一千八百所高校的四百万大学生 和一单五万所中等职业学校的一千六百万学生 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 现在三猫胎兄弟还在当地的工厂打工 他们的家人也蜿蜒谢绝了其他好心人的捐款 三猫胎的母亲说 现在他们上学的费用已经凑齐了 还要比他们家更贫困的考生需要帮助 他也让我们在这里 替他们向那些帮助他们的好心人说一声谢谢 我们也祝愿三猫胎兄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祝愿那些家庭贫困的考生和三猫胎兄弟一样 能圆自己的大学盟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生活我的鸡和你在一起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独特的桃木制品 一斤四两的大桃 热热闹闹的拍卖 别开生面的吃桃大赛 敬请收看 三天喜地赶大吉 全市红彩 喜欢